她给老公当了20年的奴隶 老公却送了她一张纸 千万协议丈夫就忍不住偷笑了起来 但在家里她却又要求妻子像往常一样 为的是不影响儿子考大学 这是她最后的利用价值 但是回到卧室 丈夫小金就嫌弃的把她的床推到另一边 她想参加承认高考来挽救婚姻 为止她学习到流鼻血 没想到去医院一查 竟然是癌症 她委屈的哭了起来 满心期待着查询考试成绩 结果没考上 她又在公共场合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 小金却迫不及待地坐上了校董女儿的车 强忍着悲痛 她恭喜儿子考上了大学 但儿子似乎并不领情 正当她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学校却突然打电话通知她被追加录取了 当晚上她把考上大学的喜讯 告诉丈夫和儿子的时候 儿子却发怒了 小金也使出了杀手锏 高高站上的教授跪下来请求路拉给自己自由 即使这样路拉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 只有六个月时间了 第二天她想着去学校退了学费治病 却碰到了高中暗恋自己的小强 但小强假装不认识她 还凶她不好好的做家庭主妇 还到处乱跑 或许是受了刺激 她拿了奶奶留给她上大学的钱 决定继续读书 但没想到上学第一天 她又被小强给羞辱了 高端的恋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她戳着女孩的脑门 仿佛能戳个二维码出来 见女孩不屈服 她啪的就是一耳光 女孩旋转一圈 又面对她 她就开始薅对方的头发 女孩倒地又爬起来 直到她手上薅了20斤的头发 她被女孩该死的气场吓懵了 这就是20年前的路拉 20年后她们成为了闺蜜 她和闺蜜商量地读大学挽救婚姻 今天是她第一天上课 刚进教室 同学们马上安静了下来 以为她是老师 当她默默地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大家又都向她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而在婚姻于家庭课上 和她假装情侣的同学也嫌弃她 本想的最后一堂课 是高中同学小强的课 小强会关照一下她 没想到小强上来 就问她是哪个学生的家长 搞得她很无语 小强见她不说话 竟大声让她出去 她只能低声地说自己是学生 下了课她就跑去问小强 为啥让自己这么难堪 小强说不服气就转专业 路拉郁闷地走在人群里 却被舞蹈设常的同学们 拉住跳了一段舞蹈 路拉仿佛看到了20年前的自己 那时候她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舞蹈学生 而路拉的跳舞视频在学校疯传 舞蹈社团的团长 让队员无论如何要找到这个人 因为人都被对面的社团抢走了 而当路拉要求加入社团的时候 发现她竟是和自己假装情侣的同学 团长当然不愿意招一个大妈当铺油瓶 但经不住路拉的软膜硬泡 她勉强同意路拉加入社团 但是只让路拉负责打扫卫生 有次排练的时候 领舞的女生崴脚了 路拉熟练的帮女生包扎伤口 这让团长对她刮目相看 团长也发现她很有天赋 在校庆上 团长发现领舞的脚伤还没好 就跑去找路拉帮忙 并说这是自己在大学里最后一场秀 希望路拉能帮帮她 但是路拉推脱了 这次小强告诉了路拉一句话 她才答应帮忙 而上一次邓台表演 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当路拉站在舞台上 她惊艳失方 仿佛自己就是修波斯塔 把台下的观众都看惊了 连抛弃她的小金也看呆了 当表演结束后 路拉却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哭了起来 或许她找回了曾经的自己 38岁大妈突然出现在大学生聚会上 同学们发展心让她喝醉了赶紧走人 但是突然又来了一位不术之客 同学们赶紧起身相迎 她是学校有名的程教授 只见她坐到女同学的旁边 就开始对女同学动手动脚 同学们按照计划 让女同学都去厕所 路拉也趁机去了洗手间 在这里 她听到外面的同学说的程教授的恶行 但是同学们都敢怒不敢言 当路拉再次回到聚会现场 程教授又对别的女同学动手动脚 她忍无可忍 当场喝止她的不雅行为 程教授恼羞成怒 骂骂咧咧咧地离开了聚会 同学们也都感谢路拉的见义勇为 但是第二天 同学们都有一无意地避开她 学长也劝路拉退学 并更换上课的教室 原来这些都是程教授安排的 为此路拉找到小强帮忙 但是小强却把路拉赶走了 路拉生气地离开 但是身上的笔记本却掉了下来 小强发现路拉得了绝症 决定帮助路拉承恶扬善 他让拍下不雅视频的同学 把证据交给路拉 路拉酒壮怂人胆 喝了十几瓶的饮料 终于鼓起勇气把视频发给了程教授 要他申请辞职 不然就报警 教授刚要打电话给律师 小强就告诉他没有打电话的必要了 说他会为路拉作证 原来当天路拉参加聚会的那天 强哥也在现场 正当他们为教授辞职感到高兴的时候 路拉却接到了医院的通知 让他做好心理准备